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是我第一次拍的 就是粉底的測試一天片 而今天想測試的粉底是TOMPOG的 因為其實它單價是比較貴的 都要過600元 所以我也決定去拍這條影片 看看它是否真的那麼燒那麼好用 我會是這個輕熟肌、三個肌和敏感肌的代表 而且今天上妝應該會過八個小時 所以如果你也想跟我過一天 和看這個粉底是甚麼效果 就繼續看下去了 如果可以讓我選擇 我也不想這樣掃眼 嚇壞大家 但今天要拍的是實測片 所以也沒辦法,大家忍一忍 今天的行程其實對它也很嚴苛 因為一會兒我要去燒東西吃 所以其實由於它不是一個很保濕型的 CUSHION的關係 我真的要加PRIMER 也是一貫作風用TOOFACE的 HANNOVER REPLANISHING FACE PRIMER 我用的顏色已經是最深色的 5.5號顏色來的了 整個系列 近鏡給大家看看 你會看到一上去的時候 其實它們的封面是很漂亮的 你會看到馬上好像一個毛霞肌 它的遮瑕度我覺得是中間 又不算超高的 你看到黑眼圈太厲害了 它基本上是完全遮不了的 然後鼻位也要這樣塗下去才能遮瑕 你說這隻顏色呢 其實和我已經算合適了 那就不會太過淺的 剛剛好可以去黃氣 但它的BASE又不會太粉 令臉會灰了 我現在就上了這半邊面 我現在已經兩邊都上了粉底了 我覺得整個感覺已經提升了很多 好像是一個 少少少裸妝的感覺 你會看到它的光澤感 不算非常強 但也不是雅面 我覺得它是有一種高貴的絲卷感 我自己覺得很喜歡這個感覺 如果你問我這一刻黏不黏呢 那你會看到 它也是有少少黏頭髮 但也算脫脫的 它不會黏到整個臉都是頭髮痕的 我近鏡給你們看看 你會看到黑眼圈這裡依然是有的 但皮膚質感是非常之不錯的 好了 我已經回來了 其實剛才已經做了超級多東西了 我化妝了 不斷地弄一弄頭髮 然後還餵起初拍早餐 現在時間是十點半 跟剛才所說一樣 我今天是會去燒東西吃的 是去郊野公園 不是那些有室內 或者有人幫你燒的 是要自己起爐燒的地方 還有我沒有刻意上碎粉 我只是上了眼底這個位置 其他這些部分都還未上碎粉 距離我剛才上底妝到現在 應該大約是四個字左右 它要設定的話 什麼都設定了 如果你說我現在的印象 我覺得其實如果不上碎粉 它總是有一點點膩 不會說完全是爽手的感覺 硬一點點 看看會不會再好一點 之後我自己的膚質是非常無敵乾的沙漠肌 所以就算我燒東西吃 都不會出油出得很厲害 我就不可以去測試它的控油能力了 反而我可以知道它在乾的肌膚上 會不會有很多的問題發生 例如它脫妝或者浮粉的情況 會不會很厲害 我硬一點點就會更新大家 糟了 現在背後 還在打妝 我想更新大家 因為我剛才出去了一陣子 就是我男朋友剛才要去銀行做些東西 然後Chopper又扭計 所以我就帶了Chopper去找他 現在距離上妝時間是一小時左右 我就覺得現在的妝感是很漂亮 而且很神奇的 大約化妝半小時左右 其實它就設定好了 終於 很爽身 因為這個位置全部都沒有落水粉 現在已經是完全不黏黏 比起上妝的時候 所以原來是要設定那麼久 好了 我們現在就差不多出發去燒東西吃了 再跟大家update吧 我去哪裡玩 有燒嗎 現在距離上妝是兩個小時 現在就出發去燒東西吃了 大家可以看到粉底其實也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放下了法力紋 所以燒這裡也挺深 但是其他所有狀況 浮粉那些又不是很角 你這樣看也挺漂亮的 每個人的妝感 但是我忘了撿唇膏出來 燒東西吃不應該要塗唇膏 所以今天繼續沒有唇膏 我們來到清水灣郊野公園 我男朋友和他家在下面 正在透爐 看到那個帳幕 我們帶上帳幕來玩 我現在下去幫忙 我再不幫忙很壞 你沒事要幫忙嗎 超級無地多東西吃 你為什麼不進帳幕那裡 帳幕不好嗎 現在的時間是3點3 即是距離我上妝的時候 已經有4個多 快要5個小時 還要剛剛燒東西吃 燒了2個小時左右 究竟現在的妝是怎樣的呢 我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些位置是沒事的 不過鼻子這裡已經掉了 之後呢 這裡沒辦法 因為我正在吃東西 所以有的粉很多時候都掉了 或者是有些位置是已經浮浮的 掉了 但是如果臉這裡是非常完整的 因為相機快沒電了 所以可能我怕附近的景 再回到家裡燒完食物 再update大家 還有做結尾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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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a不喜歡燒食物 他嫌悶了 一說出來玩他就超開心 所以我們可能一路燒一路都會帶他到處走走走 好了 我們這裡一大片地方就是被人放治療了 放一個田 很多治療啊 好了我燒完東西就回來了 那現在呢 時間是晚上7點09分 即是距離我想妝的時間 大約已經過了9個小時左右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妝容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黑眼圈這個位置呢 已經掉了很多 然後 這些位置其實已經掉了 然後 鼻子這裡也是掉了 那其實它也有少少浮出來 但是我覺得不算過分的 那始終我也是一路燒食對著火爐 還有今天真的很熱 太陽很好 所以 其實這個情況也能接受到的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它整體的效果也算是不錯的 因為我自己用呢 其實長時間去上妝呢 都會保持整個妝在這裡 那只不過如果你不用Primer打底呢 它是真的會乾到有少少脫皮的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乾肌的話呢 你只要用一個保濕的Primer呢 那就沒問題的 那就可以遲妝大約9個小時左右 那如果你說你是中性肌膚的話呢 應該六至七個小時 你不用Primer呢 都沒問題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話呢 那我又覺得 你要再看其他review了 因為你看到其實 我是沒有用過面油紙啦 沒有用紙巾抹過臉的 我一回來就拍這條片了 那你會看到其實 我都不算說很有油光的情況 就是還是不黏的 是清爽的整個臉 那所以我就真的說不到它控油了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粉底 整體的表現都不錯 它六百多元我覺得雖然都是貴 那但是至少我會覺得 給這六百多元不會覺得很浪費 或者不值得的 那但是如果你說 是不是真的要用到六百多元買它 去做到這個效果 我又覺得不一定 因為如果我不用Primer的話呢 其實今天也有機會 有些脫皮的情況發生 那所以如果你平時沒有用Primer的習慣 而你又是非常乾的皮膚呢 那你又無謂為了想買這個Cushion 去再特地買一個保濕Primer 去為了遷就它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整體感覺 那還有如果你要說它的優點的話呢 我就會說它的味道 因為它的味道是一種獨特的香味 它不是那種很甜或者很香水的味道 而是一種比較高貴優雅的一個護膚品味道 那所以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那但是味道這東西就很因人而異 那所以大家其實都最好去專櫃那裡聞一下 看看是不是你喜歡那種味道 那好了 那因為真的很累 而且整個人都很黏痴痴 要去下妝洗澡了 我受不了了 那所以呢 今天的測試一天呢 就來到這裡先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類型的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我 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